天气越来越热了 您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吗 一般成人可以透过喝水公式 来计算你每一天该喝的水量 不过不少人没有喝水习惯 只喝茶或咖啡 有肾脏科的医师分享了教科书 打破大家的迷思 不管是食物中的水分 还是咖啡跟茶还有饮料 全部都算是喝水 但是也不建议完全用咖啡或茶 来取代水分 毕竟咖啡因摄取过多 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最后怕水喝太少会有健康疑虑 不少人都会透过喝水公式 来计算每天该喝多少水 但喝茶喝咖啡 到底算不算是喝水呢 水的话就是 普遍的爱开水 茶对好像也都不能替代水 它还是有含有水 虽然不像原本的那种 白开水那么好 当我们在计算喝水量 或者说你在计算 你今天喝了多少水时 我们在讲饮食的水 绝对是包含像果汁咖啡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这个在美国的饮食指南 台湾的饮食指南上面也都有写 医师分享圣葬科权威教科书 发文指出 食物内的水分 嗜好性饮料 以及咖啡等等 全部都算是喝水 还要大家破除迷思 相信专业 咖啡绿茶都是水 这篇文章一出 引来许多网友热烈回应 有人说每次泡茶喝 都很怕水喝不够 还有人说自己几乎不喝白开水 但并不缺水 更有网友留言 咖啡绿茶都是水 这要附送三次 为了让民众更好懂 医师还举例 如果医师凯里限时医嘱 每天只能够喝1000cc的水 这1000cc就是包含 所有的汤汤水水 但不建议大家 以喝茶或喝咖啡 来完全取代水 虽然他们都是属于 摄取的水分 但我这样说并不代表 喝咖啡就可以当成 跟喝水一样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咖啡有咖啡因 咖啡因有他建议的摄取上线 另外医师补充说明 想要解渴最好的方法 还是喝水 无论是咖啡或果汁 都得适量 才不会因为摄取过多 咖啡因或是糖分 反倒为害健康 记者总导